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经常会有这种动作 灵动 活泼 毕竟她是一只小狐狸 我画得也太好了吧 到底能抓到我再说吧 帮她给我押住 比较独立 她在很多事情上面还是有自己的主见 这样子的一个小地鸡 你回去告诉我爹 我父祝有印度事业的将教育自己解决的 你来不必担心啊 她有三个阶段 刚开始的时候她去报恩 那还是奉着她自己 我是来报恩的 这是秘密 是 第二段到凡间去历劫这一些 挺让她能够快速成长起来的 白氏小九 幸福清澈 一张瓶子 侧美人 四处悦不可攻 这段故事呢就是 所有事情她都知道 然后她还要全部都压在自己心里 祝你这小小小小玩意 这个等大包看大包东华就是历劫 其实那就是必须要历的节 后来到阿兰惹时期的时候 要和凤九区分开 阿兰惹会更加孤独 对其他人一直都是客气的 礼貌的 疏离的 阿兰惹可能是只会对沈宴一个人格外的不一样 凤九掉入阿兰惹之梦以后 她知道这个女孩原来是为她付出了这么这么多 所以她就陪她进入了阿兰惹之梦 到后期那一段 我觉得还是挺心疼的吧 两个人也是因为这种目击 这好远运一下 对 这股文是谁呢 对 这 Things 哪是真正的 我女的这个人 那是真正的 我女的心得 所以我女的心得 我女的心得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